最受欢迎的24道家常菜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道 以后想吃卤肉饭 您别总是点外卖了 只需掌握以下关键两个点 在家也能做出好吃的味道来做卤肉饭 我们首选这种带皮的五花肉 先改刀切成小条 然后再切成一粒你的小丁 你看啊 清洗五花肉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我们只需要加一勺盐和一勺面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清洗掉肉眼看不到的杂质 反复地抓洗干净 浸泡十分钟 这个时候可以用温水泡发一点干香菇 备用大家可以看一下 浸泡出来了很多血水和脏东西 这样清洗过的五花肉变得非常的干净 然后再把泡发的干香菇切碎 锅中不需要烧油 直接下入清洗干净的五花肉 边炒 边炒至八面金黄 炒出牛油 边炒过的肉吃起来会更香 也没有那么油腻 多余的油渍我们可以打出来 留着下次炒青菜吃 放香菇碎 洋葱丁姜葱 一个八角 一勺料酒 调味和上色就更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放这一小包卤肉汁 就不需要再加其他任何盐和酱油了 翻炒均匀 炒出酱料的香味 几个鹌醇蛋 再加入泡发香菇的水和适量的热水 没过五花肉 扣盖小火慢炖三十分钟 哇 实在是太有食欲了 软爛入味 瘦而不柴 再搭配上你爱吃的大米饭 或者说面条馒头 那味道简直是太赞了 第二道 以后啊 这种大骨头买回来 不要总是炖汤了 今天教你另一种吃法 学会了全家夸你厨艺高 不要钱的大骨头 冷水下锅 加点葱姜 料酒去腥 水开后捞起 重新下锅 然后加葱姜 八角 桂皮 香叶 一把干辣椒 一小勺盐 生抽 老抽 蚝油 红油 豆瓣 几粒冰糖 加一罐中秋没喝完的啤酒 去腻增腥 有条件的一次性倒满开水 盖上盖子 小火煮一个小时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大骨头不由不腻 软烂入味 越吃越想吃 第三道 另几锅肉末下锅炒一下 炒至变色 能闻到牛肉味的时候 把葱姜蒜 小米辣倒进去 一勺豆瓣酱 炒至酱香味充分释放出来以后 加入一块钱自己来的水 加鸡精 白糖 蚝油 生抽提鲜 接着勾入少许水淀粉 来增加整道菜滑嫩的口感 这时候 我们的豆腐也蒸好了 鲜香滑嫩的豆腐 配上这个酱香浓郁的肉末 那简直就是绝了 第四道 年炒的猪肝 为什么又老又腥呢 如果你直接下锅炒 那你就搞错了 今天分享一个方法 做出来的猪肝 口感滑嫩还不腥 切好的猪肝 我们用中秋喝上的啤酒 洗去它的血水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这样可以达到一个去腥的效果 一定要完全地把水分控干 然后再装入碗中 放胡椒粉料酒 好吃的关 简就是这个爆炒酱 我们只需先放半包 然后加一勺淀粉 这个酱不管是用来做爆炒牛肉 爆炒肥肠 味道都特别好吃 抓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 锅中油热 放腌制好的猪肝炒至变色美 再起锅烧油 放姜蒜小米辣爆香 把猪肝倒进去 再放入剩下的半包爆炒酱 炒猪肝要想不冷 一定要把火开到最大 然后快速地翻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灵魂蒜苗 翻炒至断生 以后你要是在家炒猪肝 你就像我这样做 学会了全家人夸你是大厨 第五道 炖羊肉汤怎样炖才不腥 能炖到肉香汤浓呢 有三放三不放 其实很多人都搞错了 剁好的羊肉 加盐加清水浸泡一个小时 这一步可以有效地 泡去它的血水 还能达到一个去腥的效果 然后冷水下锅焯水 放点高度白酒去腥 水开之后撇去浮沫 焯烫两三分钟左右就捞出 一定要用温水清洗干净 这样才能保证羊肉的鲜味不流失 再全部一起转入砂锅内 放点姜葱 高度白酒 炖羊肉切记 八角丁香 桂皮 这三种香料千万不能放 我们可以放点白纸 豆蔻 小茴香 去腥增香 再搭配一包松茸菌汤包 加温水浸泡10分钟左右 然后清洗干净 一起放入砂锅内 家里有条件的 一定要一次性把热水加码 中途不要再加水 后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调味只需放盐 撒点胡椒粉枸杞和葱花 天啊 是越来越冷了 你家里要是炖羊肉汤 你就像我这样炖 这样炖的羊肉汤 肉香汤浓 喝了暖身暖心还 暖胃赶紧安排起来吧 第六道 鸡肉你别总是炒着吃了 试一试这道盐菊鸡包 不用加一滴水 一开盖满屋子飘香 砍好的鸡块 加半包盐菊粉 料酒少许花生油抓匀 腌制二十分钟 油热爆香葱姜蒜粒 放入腌好的鸡块 盖上盖子 中火焗八分钟就搞定了 第七道 春季了 一定要给孩子们 多喝一点紫菜蛋花汤 但是啊 有很多人第一步就搞错了 碗中放 紫菜葱花提鲜的关键就是这个 生菜虾皮配着 放一小勺猪油 放盐胡椒粉调味 锅中水开 我们把火关掉 然后再慢慢地淋入鸡蛋液 这才是蛋花喝起来嫩滑的关键 这个小技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你可要点个赞收藏好 这样做的紫菜蛋汤 汤喝起来非常的鲜 蛋花吃起来也非常的鲜嫩 你学会了吗 第八道 捡回家的鲈鱼不要只会红烧和清蒸了 今天分享一个你没有见过的吃法 既能吃肉还能喝汤 看好了鲈鱼 背部改刀 不要切断清水 清水里放姜葱 一勺盐搅匀化开 然后再把鲈鱼放进去清洗干净 这样子洗过的鲈鱼不但没有腥味 还能使它的口感变得更加嫩滑 锅中油热 把姜蒜辣椒葱段炒出香味 再加入适量的水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金汤酸菜酱 放入洗干净的草鱼 加点嫩豆腐金针菇 扣盖炖八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金汤酸菜鱼酸爽开胃 鱼肉滑嫩 喜欢啊 一定要点赞收藏做起来 第九道 我告诉你啊 马上要过年了 餐桌上不能全是大鱼大肉 做一道凉拌黄瓜吧 清脆爽口 好吃又下饭 首先水开 倒入腐竹和木耳烫个一分钟 捞出来垫在碗底 再准备两根黄瓜 将它拍碎 然后加蒜末 小米辣香菜和15粒花生米调味 这个调料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一小包就可以做一份 价格也特别的划算 给它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 凉拌黄瓜这样做 可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你也去做起来吧 第十道 金针菇你别总是炒着吃了 试试这样做 更加的开胃 比肉还好吃 首先把金针菇去根部 然后不要扔掉 片成薄片 再用我的手撕成小朵 碗底铺上泡软的粉丝 摆上金针菇 放上剁好的蒜蓉 放上这个已经调制好味道的剁椒酱 跟放金针菇 上汽之后大火蒸6分钟 出锅后淋上一勺生抽 再浇上一勺热油 哇 实在是太有食欲了 这样做的剁椒金针菇非常的开胃 如果你也喜欢吃金针菇 就点赞收藏 做起来吧 第十一道 很多人啊 把捡回来的豆腐只会红烧着吃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不信你就往下看 第一步 在豆腐上面打入两个我家的鸡蛋 加适量的盐入底味 白糖去豆腥味 葱花 再用我白嫩的小手把它抓到稀巴烂 摊平之后放入蒸锅中 倒扣一个碟子 上汽蒸十分钟 锅中放姜蒜爆出香味 下肉末炒至变色 不用炒得太干 调味啊 我们只需要放这一小包 炒出酱料的香味后 我们再加入两块钱的自来水 烧开之后淋入水淀粉勾芡 这个酱汁就做好了 拌啥都好吃 时间刚刚好 您家的豆腐也熟了 麻辣鲜香的肉末酱汁 配上这个蒸好的豆腐和鸡蛋 这个味道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就这道菜 您拿一头牛给我换 我都不换 第十二道 猪肚你还只会炒着吃吗 试试这样做 家里有老公的一定要学会 用我的手反复地搓洗干净 然后用清水淘洗两遍 凉水下锅 加料酒去腥 煮两分钟捞出 再切成长条 准备一套松茸菌汤包 洗干净之后 用温水泡发二十分钟 锅中油热 下入我的猪肚 加焯好水的鸡爪姜片 随便翻炒5678下 再下入泡发好的军菇 家里有条件的一定要多加水 一次性把水加满扣盖 小火煮五十九分钟 最后调味 只需放盐 撒点枸杞即可 这样做的猪肚汤 汤鲜味美又营养 您的老公们肯定爱喝 第十三道 很多人把排骨捡回家 不是炖汤就红烧 早就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 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新鲜的排骨 我们只需要加入一勺面粉 给它抓拌均匀 两分钟往里加入清水清洗 这时候 你们可以张大嘴巴看一看 脏东西都抓出来了 再清洗干净 起锅先放一勺油 润一下锅 再倒出来 重新加一勺凉油 再把排骨倒进去翻炒 你看这样 是不是一点也不占过 开小火炒至表皮微黄 接着姜蒜下锅 生抽提鲜 少许老抽上色 继续翻炒出香味 炒至上色 加入半瓶过年没喝完的啤酒 加盐 鸡精 胡椒粉 蚝油调味 开大火翻炒两分钟 收干汤汁 撒上蒜苗小米辣 翻炒两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生炒排骨 香辣入味 不腥不柴 你也去做吧 第十四道 很多人不知道辣椒炒牛肉 在家是先炒辣椒 还是先炒牛肉 我来教你正宗的做法 在家轻松就能学会 牛肉买回来 记得要顶丝切 给它切成大片 这样炒出来的牛肉才不会柴 切好的牛肉 来勺料酒盐 鸡精 蚝油 再用我性感左手抓匀 会更滑嫩 再加一勺生粉继续抓匀 最后来勺食用油 锁住水分备用 锅中烧空气 倒入拍好的青椒 加盐炒至断生 也盛出备用 热锅凉油 倒入腌好的牛肉 快速地将它滑熟滑散 加葱姜蒜煸炒出香味 倒入青椒 放鸡精 蚝油调味 老抽上色 最后大火翻炒两分钟 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辣椒炒牛肉 肉有辣椒的香味 辣椒有肉味 你要是学会了 全村都夸你是大厨 第十五道 很多人都捡到过这种 被火车压扁的鱼 在家做出来不是不入味 就是腥味很重 其实正确方法很简单 首先鱼一定要处理干净 在鱼背上打上十字花刀 方便入味 煎鱼记得要热锅热油 再撒点盐 这样煎鱼才不粘锅 然后把鱼顺着锅边放进去 先不要去动它 等它定型以后再轻轻地晃动 这时张大嘴巴 看看是不是一点也不黏 同样的方法煎另一面 煎至实面金黄 捞出备用 锅留底油 葱姜蒜 干辣椒下锅 一小块桂皮增香 颜色要好看 再来勺豆瓣酱炒香 炒出红油 再加勺料酒去逆增心 适量的长姜水 煎好的鱼放进去 一勺鸡精 一勺糖 生抽提鲜 老抽上色 小火焖二十分钟 再开大火收浓汤汁 撒上葱段 即可出锅装盘 好吃的美食 记得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第十六道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老婆妈妈的女儿 每个星期 要吃十天的毛油生菜 一点都不腻 今天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清水里放一勺盐 搅滑开 给生菜浸泡十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泡出里面的虫卵 和看不见的脏东西 接着锅里放一勺白色的盐 一勺油 这是生菜翠绿的关键 水开 放入生菜烫十秒钟 捞出沥干水分 另起锅 放蒜末边炒出蒜香味 放蚝油生抽 翻炒均匀 加一碗长姜水 烧开后 勾入水淀粉 搅拌均匀 浇在生菜上即可 毛油生菜这样做 放多久都不会变黑 第十七道 会跳广场舞的扇鱼 你在家吃过吗 我把酒店偷学了三十年的技术 认真分享给大家 首先给泥丘撒把盐 让它跳半个小时的广场舞 再用清水洗掉表面的粘液 热锅热油 来一勺盐 这是煎鱼不粘锅 不破皮的关键 倒入泥丘 煎至八面微黄 左手放葱 右手放姜 来圈八二年的料酒去新增新 接着加入110度的开水 这是汤色浓白的关键 白糖鸡精调味 盖上锅盖 大火煮五分钟 倒入豆腐 再放点我喜欢吃的辣椒 孤嘟几下即可 这样做的炖泥丘 肉质滑嫩 汤质鲜美 收藏起来去做吧 第十八道 很多人在家做茄子 都喜欢先过油 那样做既油腻又麻烦 今天教你不用过油 也能轻松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首先茄子切断 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条 切好的茄子 加炒菜两倍的盐 腌制十分钟 腌出多余的水分 然后用清水清洗几次 洗掉多余的盐味 油热倒入五毛钱的肉末炒熟炒散 再放葱蒜小米辣 一勺豆瓣酱炒香 炒出红油 加入适量的长姜水 再放鸡精白糖调味 生抽提鲜 老抽上色 倒入茄子 大火孤独两分钟 最后放点青红椒丝 翻拌均匀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肉末茄子 简单方便不油腻 还特别好吃 收藏起来赶紧去试试吧 第十九道 我告诉你啊 早几天腌菜视频火了 今天再教大家腌萝卜 酸辣开胃嘎崩脆 吃到过年都不坏 大白萝卜一开两半 直刀切成硬壁厚的薄片 切好后撒一把盐抓匀 腌制半个小时 杀出水分 记住千万别用水去清洗 只需把水分挤干 这样吃到来年都不会坏 再往里加姜蒜片 青红椒花椒粒 泼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来一勺糖 生抽老抽一起抽 陈醋继续抓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就可以开吃 赶紧收藏去做吧 第十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土豆别只会炒 或者凉拌 像我这样做 比肉还好吃 切好的土豆放入蒸锅 上汽蒸十分钟至熟透 再拿我家祖传的擀面杖 把它捣成泥 加两大勺土豆淀粉 揉成光滑的面团 搓成小圆圆 用酒瓶给兑成香菇状 再上锅蒸六分钟 另起锅烧油 倒入葱姜蒜小米辣 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蒸熟的土豆下锅 加添上水 没过土豆调味 加盐鸡精 白糖 蚝油 生抽老抽一起抽 开大火收浓汤汁即可 土豆这样做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然后告诉我 你学会没有 第二十一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想吃虎皮青椒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出来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夸你厨艺高 锅中油热 倒入青椒 小火慢慢地炒 将它炒至这种虎皮状 然后加葱姜蒜 有条件再放点豆腐 一起煸炒出香味 然后加盐 白糖生抽 陈醋开大火 将它翻炒个七八下即可 然后告诉我 你学会没有 第二十二道 我告诉你啊 很多人都喜欢吃辣子鸡 每次把鸡肉吃完了 辣椒却倒掉了 真的很浪费 今天你们按我这个方法去做 辣椒比鸡肉吃得还快 首先我们把辣椒剪成段 辣椒籽一定要去掉 然后用开水浸泡半个小时 做辣子鸡最好选用鸡腿肉 给它去掉骨头 再切成大大的小块 然后放盐 胡椒粉生抽 料酒一个蛋黄淀粉抓拌均匀 腌制二十分钟 碗里放一勺白芝麻 一勺淀粉 一勺盐半勺糖 搅拌均匀 把泡好的辣椒倒进去 油下往上抓拌 这样能让芝麻完全地灌进辣椒里 油温五成热 放入辣椒 开小火慢炸 炸到辣椒飘起 芝麻微微发黄 就捞出来控油 然后把油温升高至七分热 倒入鸡块 迅速地将它划散开 小火慢慢地炸 给它炸干一点 吃起来会更香 炸至八面金黄 就可以捞出来 锅留底油 放葱姜蒜 花椒粒一勺豆瓣酱 煸炒出香味 再倒入辣椒和鸡块 放鸡精白糖 花生米葱花 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辣子鸡这样做 辣椒酥脆 鸡块干香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我们下注注